各位权友大家好 非常的没有神气 没有精神头 所以他整个拳看起来呢 也不是特别的美观 那么太极拳练习呢 是一种啊 以意念导演气血为主的一种 全数运动 那么意念 对外的体现呢 就是眼神 所看的方向 眼神所指的方向 如果没有眼神 作为指引呢 在意念当中呢 咱们武术当中有句话叫 眼道 手道 或者是脚道 所以说眼神在整个的 全家眼认当中至关重要 那么在那集 陈世泰体育圈当中 我们的眼神应该朝什么地方去看呢 在我们家传功架当中呢 有一个 要领 眼神的要领 在我们练习家传功架当中呢 我们 手动的时候 眼神 要细住 手的方向 那么在脚动的时候呢 眼神 要看向我们 脚迈出 或即将要迈出的方向 那么这样呢 在练拳过程当中 我们的 神器 毅力 才能 饱满 全家 才能 有自己的这种 尽力 所谓练拳时呢 无人 是有人 所以说眼神 在我们练拳当中 是起到一个 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各位全友 大家 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是 学会了吗 我 的 词 学会了吗 学会了吗 词 他